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看出来了 是不是案子有什么新发现 没什么新发现 只是我的直觉 所以他犹豫地要表述 什么直觉啊 许达的案子和当年许家福的案子 有直接的联系 许家福 他的案子不是早就定性了吗 这只是我的直觉 连我都觉得这个想法有点太松人听闻 许达给了李燕两千万 这事确实有点蹊跷 但是这个事我们可以从别的角度考虑啊 还有 如果许达杀了罗红英 他跟罗红英连孩子都有了 他为什么这么做 为了一个秘密 一个天大的秘密 你觉得老李会支持我的想法吗 我不知道 但我了解你 如果你坚持你的直觉 不管别人能不能理解 你都会查到底的 无论如何 我支持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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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 不 你还没出结果呢 你急什么 你急什么 我当时有结果呢 这三天哪 怎么还没出结果呢 你急什么 对了 你来干什么 你们不是办安秋镇的这个道歉呢 我这回队里有点事 对了 陈姐给您包了饺子 您吃点吃点 我不 你还是会安秋镇吗 我不急 我去看看 你不能过去啊 坐下 坐下 住手 我先给你洗手 你把我拿起来 我不要拿起来 你把我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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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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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过了两天了 什么事比这事更重要 可是我 我 我再打个电话 你最近和陈杰怎么了 没怎么 干我们这行 本来就顾不拉家 一出去就十天半月 有重案就扎在重案组 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 在家的时候啊 你也跟他说说话 他也不容易 三班倒 还要照顾我和小枫的一日三餐 你知道 你知道你还在家大了个脸 现在连小枫都怕你 你没感觉出来啊 那我小时候 跟小枫现在的心情 不是一样吗 就瞭el子 有毛病 那我厉害的 有毛病 你住毛病 有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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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毛病 有毛病 你很喜欢一毛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着 说话呀 检测结果出来了 两个样本是负责关系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以目前的结果来看 那份领埋的 就是许娟夫本人 进行程序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没有 我们做了十二个 DNA电位检测 结果完全一样 两个样本是负责关系 准确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啊 不可能啊 再检测一次 你听见了没有 再检测一次 这需要三天的时间 不管有多长时间 再检测一次 一定要仔细 好 好 喂 孙儿 结果出来了吗 说话 志杰 我听着呢 我问你 DNA亲自鉴定的结果是什么 志杰啊 周围他们在进行第二次检测 第二次 那第一次结果是什么 为什么要进行第二次检测 志杰啊 第一次鉴定结果一定是错的 我在问你第一次结果是什么 两个样本显示 是父子关系 下面知道 这样 这下子是什么 这下子是什么 是哪儿 对 对 你不满意了吗 满意了吗 这可你满意了吗 周伟一定是弄错了 不可能 不可能出现这种结果 怎么不可能 别人谁都可能犯错 周伟绝对不可能 周伟是多么紧张认真的人 你心里被谁都清楚 这之间一定有什么环境 出了问题 我都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我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要不然的话 我带着样子去公安部 让公安部报我鉴定 去公安部啊 你丢得起这个人 别人丢不起这个人 你知道现在这个鉴定结果 会有什么后果吗 刘局被你害了 省厅的领导 市局的领导 都被你害了 整个隆安县公安局的荣誉 全给你毁了 所有干情 从此抬不起头来做人 是你抬不起脑吧 如果真是这样 一切好果 又把高四海担着 你承担得了吗 妈已经被你害死了 你还要复活多少人的生活 来弥补你的子尊 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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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子铁农 是我 局长 我是申晓 我们都到齐了 再会一室 我马上等 吴县长 你说什么我没有太听明白 您能 我明白了 您的意思是说 要等他们的第二遍鉴定结果出来 好好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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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出来了 怎么样 出来了 第一遍鉴定结果 那粉里埋得的确是我父亲 可是 高四海非要坚持做第二遍鉴定 老天有眼 老天。 高一 iga 超常 我们下 wier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您好 请问您是高四海吗 是 那你就是周伟了 不是 我们是城警 刚刚龙城市公安局 通过龙城车站的调度中心 电话找到我们 让我们必须找到你们俩 你们想干吗 你们俩必须得跟我们走 去哪儿 是这样 龙城市公安局 要求我们护送你们俩 在下一站东堂站 下车 我们俩要去北京温墓 正在办案 对不起 这个我们可管不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 把您护送到东唐车站 移交给当地的派出所 我们要是不下车呢 我们也是在执行任务 所以请你们俩 不要为难我们 大家都是同行 请两位理解我们的工作 不要把简单的事情 弄复杂了 在这里 不许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沈副局长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公安部 还用我说为什么吗 你违反组织纪律 私自带着DNA检本进京 你是个老警察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难道你不清楚吗 DNA鉴定技术 刚刚在全国公安系统推广 我是判周围 这学艺不经 鉴定结果不准确 特地去北京公安部 再做一次DNA亲子鉴定 是 我是违反了有关的组织纪律 那么这个错比起 结论的错 导致许家福一案检案的错 哪个更严重呢 周部处长 你也是沈公安厅法医处的领导了 私自带着DNA检本进京 你这种错误 不不不不 这跟他没关系啊 这是我的主意 我要求他这么做的 高四海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他这么做 别忘了 你只是一个 县级公安局的法医 四海啊 你真是糊涂 你就是 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 也得为周围的前途想想吧 他可是你的阳子 我是为了真相 真相 难道 你两次DNA检子鉴定的结果 都是错误的吗 四海啊 为了你所谓的真相 县公安局 市公安局 甚至省公安厅 都要为你承担这次开关验尸的后果 还有 赵月娥和许军 今天已经表态了 龙兴很快就要和龙王开发区签订开发协议 你私自禁精的消息 没敢告诉他们 难道 也非要把县里 市里 省里 所有人的努力 都为此复制都留吗 都为此复制都留吗 这是两回事啊 许家福没有死 我真信他没有死 高四海 我真想走呢 好了 跟我马上回头完 我不过去 除非你们爸抓不去 不是 爸 爸 我要去北京 我要去北京 我不回去 我要搞清楚许家福的案子 下面咱们有请 上海龙兴绑植有限公司 董事长 总经理 许军先生法言 好 谢谢大家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 激动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我在反反复复地修改 今天的发言稿 但是刚才啊 我又看了一遍 我认为还是无法表达 我此时的心情 或者说 都是废话 此时此刻 我认为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在这里 我只想感谢龙城市委市政府 龙湾县委县政府 没有你们的信任和努力 就没有今天的签约仪式 好 我母亲今天没有来 她说她只是一个农村妇女 上不了台面 她给我们丢脸 但是她今天一大早就跑到我房间里来 被我反复叮嘱到 说儿子 我们许家对龙湾百姓是有罪孽的 但无论是政府 还是龙湾百姓 从来都没有嫌弃我们 反而是以德报怨 那我们又该如何报这个德呢 我许军虽然没有太多的文化 但是这个道理 我是懂的 我是懂的 我们许家 要以德报德 神 这说得真好 神 整乖了呢 pero 这是那个意思 那的地方 神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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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科长 小金啊 这是我转业到这里领的法医箱 留给你做个纪念吧 还有这些书 还有读书笔记都留给你 谢谢科长 科长 我听说周围也受处分了 我还听说卫大炮也因此要回这里来 小金啊 以后多到档案室来做做 跟我聊聊案子 好了 就这样吧 你去吧 对了 科长 我 我刚刚听说 刘局长今天上午去市局 教了辞职信 科长 刘局长 刘局长 你为什么要找刘局长 这是咱们哥儿俩在这间办公室最后一次的 我可能有点兴趣 我可能要找你 咱们去给你 你那里有点赞 我现在又是咱们 一眼 我可能知道 那里有点赞 我可能没想到 你就不想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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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赶回去 为我老婆孙女做晚饭 虽然不能当警察了 我还得争取当个好丈夫 好父亲 做个好爷爷 你说对吗 老伙计 志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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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电话 要救护车 志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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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真的 是你跟宗志勤说 让我抓着这射警服装 太多了 江aska 遥 志勤 十装 pflicht муз 留一 hört 好 年载 放罪 政 露 屋 靠 心 兄弟啊 我来看看 陪你说说话 也省着你在下面寄 我还是那句话 许家福没有死 相信我 真相总有一天打败 相信我 来 兄弟 来 兄弟 明天宇宙 敬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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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六 二 七 八 一 二 三 八 一 二 三 八 浩宇 明天上午十点董事会 你也来参加 行 我知道了 我先打个电话啊 喂 哥 我刚下飞机 你怎么知道 现在英国是凌晨两点 你听上去不像在喝酒 肯定就是回来了啊 咱们今天见一面吧 我也只有今天有时间啊 彤彤姐回来了 彤彤姐 你瘦了 是吗 省得减肥了 挺好的 奶奶起了吗 奶奶最近每天早上 五点不到就起了 前几天还熬通宵呢 彤彤姐 你得劝劝奶奶 她进来的精神状况差了好多 我爸呢 上班去了 没呢 和奶奶在里面聊天 彤彤姐 你吃点什么 我去给你做 不用了 宋局长说她做不了主 说这事还得去问省厅 司令五案复查小组 那就去问复查小组啊 你还不如直接去问省厅的张副厅长 你不是跟她熟吗 她正好是负责行政这条线的呀 妈 您想想 要没事 他们留着许达的遗体干什么呀 留着 就说明去事没完呢 进来 怎么了 你问你爸 怎么了 爸 还不是你叔的事情啊 我叔怎么了 你奶奶非让我去公安局啊 把你叔的遗体要回来 那公安局怎么说啊 我前天去见了分局局长的 他们说复查小组还没有得出结论 所以你叔的遗体啊 暂时还不能还给我们 那他们为什么不结案呢 妈 您问我 我问谁去啊 我 你去问张副厅长啊 答案如果有罪 就给她一个罪 如果没罪 把遗体就送回来 她都过世半个月了 我们也没办法给她过头七二季 这算怎么回事啊 那要不我去问问吧 彤彤 你别去 你公司一大堆事呢 对了 彤彤 我还正说去找你呢 去谈谈BAT项目的事 君儿 你不去 那我去 妈 行 我去 我去 你现在就去 哪哪 您生气了 彤彤啊 你跟我说说 那二十一英镑贷款的项目 明天在董事会上 准备怎么说服他们呀 我正是要来问奶奶 只要您确认了 董事会的人不管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您都会有办法说服他们对吧 那好 你跟我说说那个B BAT BAT项目 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项目呢 贷款金额大 项目周期长 后续我们还可以继续有理由 向银行贷款 嗯 那你给我仔细收拾 嗯 爸 嗯 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在英国西装圣地 一个顶级裁风铺 给你订的西装 我试了一下挺合身的 我觉得你应该也差不多 你什么时候见我穿过西装啊 行 我收着 行吗 等我结婚的时候穿 你结婚的时候我再给你订套燕尾服 这个 是让你去上海的场合上穿的 关于上海的问题我们是谈过很多次了吧 是 但是 人赵总后天就去加拿大了 如果你明天能飞到上海去跟人见沈云 你这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就可以多一个选择 你是知道许家总在背后帮你 所以你才拒绝这个选择的是吧 坦率地说呢 是有点 但也不完全是 对不起啊 哥 我不该告诉你真相 也许 我当时去求许家同就是个错误 可我做这些只是因为你是我哥 我只是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 去做我觉得正确的事 我不希望给自己将人留下后悔和内疚 所以领不领情 这并不是我要考虑的事 我再和你说一遍 后天 赵总就要去加拿大 他就会让我帮你去做法序的事 我真是我要去做法序的事 我现在就要做法序的事 就是我许家总的事 我只是说要做法序的事 你们怎么做 你不用担心 我去做法序的事 我去做法序的事 你去做法序的事 你去做法序的事 反正吧 我没打算对他撒谎 我这丑话说前头啊 我觉得 以我对你爸了解 他要抓这个事了 肯定大法雷霆 是啊 不过你放心吧 我当年投奔许家童的时候 就已经做好了 和他打这场持久战的准备了 好在我妈呢 比我爸开名很多 算是我的盟友 如果再加上你一个 我相信这场战争中 我爸必输无疑 行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永远在你们这边 谢谢哥 我走了 你怎么说你们并没有掌握许她的直接证据 没有 我们手里都是间接证据和一些猜测 那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没有 我刚才听了你的汇报啊 我总觉得你们有先预设了四零五一案 不是医院案的前提 二没 我们重新复查四零五一案 并不是迫于网上给我们公安系统施加了多大压力 而是为了真相 我当了大半辈子刑警啊 以前呢 我每破一个案子 我总觉得是为被害人报了仇 可是同志们 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个复仇举动 都无法追回 被害人失去的那口生命之气 我们当警察的 能带给被害人的只有一样东西 那就是真相 我们永远无法超越真相之上 为真相付出一切 时间 梦想 婚姻 健康 乃至于生命的警察才是一个 真正的警察 我知道 每个案件的都有它的困难基因 也可以把它当成是黎明前的黑案 只要把有限的警力资源 用在寻找真相上来 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才能让法律不失去尊严 李夏 你要暂时回法制总队一段时间 但仍兼任复查小组组长一职 复查小组工作 目前由冯凯负责 好了 去吧 让o b b 不要 你带吴